上网卖鸡 拔毛作画 养火鸡养到家徒四壁的年轻人 是如何让事业峰回路转 看着大量浪费的羽毛 它又是如何利用敲开的财富之门 本期农广天地带您走一条不一样的养殖路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您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创业有思想 销路有窍门 在江苏省延城市的晋湖县 提起养火鸡的廖正军 那可是远近闻名 人尽皆知 它养的火鸡品质好 也性强 尤其飞翔能力很是突出 不过您别看它养殖场里 现在是一片红红火火 想起创业当初 廖正军真的是被现实打击到 有些怀疑人生了 要回想起那段经历 咱还得从一只准备自杀的火鸡说起 你们弄傻了 都给我走开 你看它那样 是啊 别说了 自杀呢 别想不敢 你先给爷爷下来再说 俺就是想一个人安静的待会儿 长得漂亮是我的错吗 它凭啥 你又傻 你妈 它来了 快跑啊 快跑啊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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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主人 我恨你 你看那伙计 跟着刚才拔了几根毛 跑到房里那样 就不开心去了 啥叫不开心 俺这叫自杀 江苏省严城使剑弧线 发生了一场 惊动整个火鸡家族的混乱 混乱的主角 分别是一只火鸡和它的主人 原因哪 是这火鸡的主人 廖正军 拔了它几根羽毛 不过 这只火鸡 也就是在房顶发发脾气而已 它其实不想自杀 这点高度 可难不住它 但是 这也奇怪了 火鸡养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拔它的羽毛呢 最近我在做一幅羽毛画的作品 这幅作品叫做花火 我在养制场 刚好找到一只 适合这幅画的羽毛 我就带回来了 这火鸡羽毛画 是吊正军和他的团队 创作出的一种新的工艺品 主要采用火鸡羽毛 为原材料 把羽毛通过 蕴烫 染色等方法 制作成各种造型 采用平贴 浮雕贴 立体贴等工艺手法 拼贴而成 回来创业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火鸡羽毛浪费了 我觉得挺可惜的 火鸡呢 在西方国家有生产级 有感恩级 它有极致的文化 然后我想更深度地挖掘 它的这种羽毛的文化 这样更高地 起高它的副价值 廖正军创作的这幅花火 灵感来源于万物复苏的春天 通过把火鸡羽毛 制成各种花朵 寄托着对火鸡事业 美好的向往和追求 但是看着他娴熟的手法 却让人越来越奇怪 刚才还是火鸡养殖厂的主人 怎么就摇身一变 创作起工艺品来了呢 这就和他上学时候的专业有关了 廖正军曾就读于 扬州大学艺术设计专业 由于家庭条件一般 所学专业学费又很昂贵 他大学期间格外努力 学习专业知识 同时还去社会上 做一些兼职工作 在这期间 他经常有机会 接触到各种新鲜事物 一次感恩节火鸡主题活动上 他第一次见到了火鸡 我当时觉得把这火鸡挺好玩的 在中国还是冷门的 有很大的空间 廖正军所说的空间 是指中国火鸡产业的空白 在美国 德国等西方国家 每年养殖和消耗的火鸡数量 是中国的几百倍 并且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而当时在中国 见过火鸡的人都很少 更不用说吃过火鸡肉了 廖正军发现了 这一巨大的市场空白之后 又对火鸡做了进一步的了解 火鸡的营养价值 比如说一高两低 高蛋白 低脂肪 低胆过程 它的营养价值 是非常具有开发的潜力 一只火鸡通过 大概五个月到六个月的生长 进入了大概能赚到 三十到五十块钱 通过对火鸡自身特性 和火鸡市场的了解之后 廖正军发现 养殖火鸡特别适合自己创业 首先这个项目有特点 并且最重要的是 不同于许多传统的养殖行业 空间有限 火鸡在中国 有巨大的市场空白 做好了 就是行业的领头羊 于是2008年大学毕业后 廖正军不顾来自家人的反对 从广东买了300只火鸡苗 回到了老家江苏省建湖县 陈甲村 正式开始养殖火鸡 开始由于经验不足 手里也没什么钱 廖正军只能一边学习养殖知识 一边亲自去实践 火鸡原产于南美洲 约150年前 由外国传教士带到中国 廖正军养的火鸡品种 主要有青铜火鸡 尼古拉火鸡 和贝纳蒂火鸡 它们个头较大 头部有皮瘤 嘴巴上面的部位叫兽 可以伸缩 供火鸡的兽 最长能伸到10厘米左右 最短可以缩到1厘米 正是由于火鸡有这种特性 所以火鸡又叫土兽鸡 除了土兽鸡之外 火鸡还有个名字叫七面鸟 原因是供火鸡的脸部 根据心情和健康状况 能变换出七种不同的颜色 红色代表幸福和喜悦 粉色和白色代表平静 紫色代表不高兴 甚至有可能健康出了问题 努力 坚持 可能还有一点点运气 廖正军坚持了四个多月 他养殖的火鸡也即将出栏 他开始去建湖县周边一些大型的饭店 开始跑市场 想把这批火鸡销售出去 但现实却狠狠地给廖正军上了一刻 第一步我到我们县城来看 到县城我找到这几家饭店 不是说其实这个东西没看过 就是说这个不敢吃 要么就是厨师说 这个火鸡从来没烧过 它不敢烧 后来我想到我在洋州读书的 我就到洋州去 我扛着大概有大几十斤的火鸡 然后到一家饭店去 我说火鸡可以用 没问题 但是我们这个酒店 正常接账的周期要三个月 我让自己听又懵了 我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了 我再给你牵挡三个月 我不自得搞死了 眼看着火鸡就要出栏了 却找不到销路 这该怎么办呢 廖正军回到老家 看着自己养殖的火鸡 百般滋味在心头 那段时间 他时常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笼罩着自己 喘不过气来 这个时候 家里的一张照片 让廖正军又重新燃起了斗志 当时我因为我老婆呢 就是他家里面条件可能比我好一点 他父母也是反对我们在一起的 我就觉得当时的话 哎呀我为了这个爱情的话 我要去拼一把 我要去努力一下子 我要证明一下自己 他总结了一下 自己火鸡卖不出去的原因 首先国内火鸡市场 处于起步阶段 秩序尚未建立 不像西方国家 本来就是火鸡的原产地 有那么浓厚的节日氛围 和庞大的市场需求 而且自己没有经验 没有人脉 到底怎么办 才能化解当前的困境呢 利用自己大学时期掌握的技能 廖正军很快就设计了一个 关于自己养殖火鸡的网站 并且把自己对火鸡事业的 一些想法和理解 放到网站上 让廖正军没想到的是 没过几天 就有人找到自己 要买这批火鸡 这可让廖正军高兴得不行 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没有一点成效 做个网站 就轻松地解决了 我觉得这个网上销售 好像真的有一点效果 对我们这个火鸡 虽然网络电汤 对于其他的行业 可能销售已经很普及 但是对于我们农业 上面的电汤还是很熟的 我觉得对他当成 我们这个火鸡 通过这个网上面 也许就是一种渠道 火鸡卖出 廖正军一下子 就收获了三万元钱 他把一部分钱 用来购买了 一千只火鸡苗 另外一些 用来升级自己的网站 他在网络上面 尝到了甜头 想继续尝试下去 火鸡养殖 不同于传统的禽类养殖 在市场上 没有良好的基础和认知度 通过这次的经历 他逐渐明确了 生产和经营并行的发展思路 而利用当时发展迅速的互联网文化 这是他走出的第一步 当时互联文化也刚刚兴起 我就想了 我的这种理念 包括我之身的这种 学的知识的话 跟这个普通农户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的话 打造自己的品牌 参照西方国家火鸡的发展之路 要想打造自己的品牌 就要形成自己的火鸡文化 正当他沉浸在对火鸡事业 美好幻想的时候 新一批养殖的火鸡 又出了大麻烦 养殖的火鸡数量变多了 饲料的成本也在成倍的增长 这是廖正军始料未及的事情 原本给这批火鸡 准备到出栏的饲料前 这还不到三个月就花没了 这可急坏了廖正军 最为关键的是 他刚出售第一批火鸡的钱 已经所剩无几 难道要让火鸡饿肚子吗 整个火鸡吃了料 就居住在家 火鸡有时候吃上饿 要愁下顿了 我能吃少吃顿饭 但是火鸡他不能给他饿 偶然的机会 廖正军发现 火鸡在吃养殖场里 长出来的野草 他上网一了解发现 火鸡本来就是杂食性动物 并且很喜欢吃牧草 能吃的牧草有两百多种 自己以前只是想着 给火鸡喂食饲料 却一直忽略了 火鸡就是吃草的动物 而且老家农村附近 野草和野菜数量很多 正好可以给火鸡当作饲料 于是廖正军就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 给火鸡喂食菜叶 结果让廖正军很高兴 这火鸡一看见菜叶 特别兴奋 连饲料都不吃了 由于火鸡对饲料的需求量很大 廖正军利用村中闲置的土地 也给火鸡种植一些牧草 种植牧草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选择火鸡爱吃 并且营养比较丰富的牧草 就可能要反复地查阅资料 和进行试验 另外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情况 还要注意种植牧草的成本 他最终选择了菊具 黑麦草等性价比比较高 并且营养丰富的牧草 在第二批火鸡出栏之前 廖正军早早地就在自己的网站上 联系好了卖家 并且开始准备自己繁育火鸡 在买这批火鸡之前 他便有意识地挑选出来 强壮的火鸡作为种鸡 首先就是这个总火鸡赛品 对于冬火鸡的话 它这个体质一定要非常健壮 而且它这个没有机械 没有任何残体 毛色比较光亮 对于抹鸡呢 起前的话要匀秤 不能太肥 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这东风自然就是孵化出来的小火鸡了 可有句话叫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在火鸡蛋孵化环节 还会出现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广告之后继续养火鸡靠文化赚钱 这个火鸡肠 总蛋孵化率比较低的原因 我们分析了一下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总火鸡所思维的饲料 营养不全面 第二个原因是 总蛋保存的时间偏长了 一般来说 总蛋保存的时间是6到10天 总蛋保存时间过长这个问题 相对比较好解决 但总火鸡的营养问题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是针对饲料营养不全面 我们在配置饲料的时候 重力从矿物质和维生素 这两个方面来考虑 要保证总火鸡的营养全面 就要给火鸡添加全价饲料 但全价饲料的成本过高 而且据他了解 市面上也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火鸡的全价饲料 廖政娟讲 反正自己的火鸡很喜欢吃牧草 那能不能以牧草为基础 再添加一些金饲料 自己给种火鸡定制食谱呢 作为金饲料的主要成分 玉米粉不仅能给火鸡补充能量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成本 另外 盐城市拥有江苏最长的海岸线 水产资源丰富 在海边找来些贝壳 加工成贝壳粉 给种火鸡补充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再好不过了 给种火鸡吃自己配制的饲料 果然没过多久 火鸡的孵化率就提高到了80%至90% 并且供火鸡的脸色也恢复到了正常 解决了火鸡孵化的难题 加上自己给火鸡定制食谱 养殖成本降低了不少 在2012年 廖正军火鸡的存单量达到了近万只 而且更让廖正军高兴的是 一直在徐州工作的女朋友鲁曼 也辞去了徐州的工作 回到老家 开始和他一起养殖火鸡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鲁曼刚回来没多久 两个人就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廖正军事业刚有起色 几匹火鸡养下来 手里就有了几十万 但他一下子这些钱全花掉了 他首先在宣传上 投入了大笔的资金 升级了自己的网站 并且花大价钱 在一些大型的网站上 开了自己的火鸡旗舰店 然后他又在附近村落 选了一块地方 开始修建新的养殖基地 想把自己的养殖规模 再扩大三到四倍 当时他要跟我说要扩大规模 因为我们的产量 达到一个瓶颈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是太同意 因为当时觉得我们日子 刚刚走上一个阵位 松了一口气的情况下 其实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还希望过一种 比较安稳和安逸的生活 把火鸡卖出去 是廖正军创业 初期考虑的问题 眼下他考虑得更长远 在美国 感恩节和圣诞节吃火鸡 就像中国人过年吃饺子一样 他们的节日文化氛围 也带动了火鸡产业的发展 而当下廖正军考虑的 就是塑造浓郁的 火鸡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氛围 只要氛围形成了 不愁火鸡没有销路 2012年11月份 廖正军开始行动了 他大胆地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模式 首先在网站上 推出了感恩节火鸡套餐 然后以严城市为中心 向周边地区辐射推广 宣传感恩节文化 展销火鸡美食 他把客户全体 定位为最容易接受 新鲜事物的年轻人 尤其是大学生群体 和刚参加工作的 他再次带着自己的火鸡 来到延城市 来到扬州 相比之前的青涩 廖正军更多了一些 孤注一掷的决绝 当时在建火的时候 推的时候 效果还是可以的 然后来找你的人 并没有想象那么多 后来我们就是把这种 节日文化 就是这种圣诞节 改你这种文化的元素 笼入进去以后 找到我们人多了 利用节日文化进行推广 在线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很受当地年轻朋友的喜爱 在延城周边 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但知名度上来了 固然是好事 却并没有给自己 创造更多的利润 从2012年末 扩大规模之后的 一年多时间 自己基本没有赚到钱 这是为什么 廖正军仔细地核对了 以下账目 原来问题出在廖正军 投入了大笔资金的网店 和个人网站上 以前规模小的时候 自己网站上出售的火机 经常供不应求 但现在随着自己的规模 越来越大 宣传的覆盖面 也越来越广 网络销售的部分 却接近饱和 客户群体 还是以经销商和饭店为主 并没有新的客户群体出现 这互联网帮助自己起了步 但现在却成了拖后腿的板块 究竟该怎么发展下去呢 反正在线下有了一定的名气 还要不要走互联网这条路呢 这个时候 廖正军的新基地也规划好了 基地里安装上了 全方位监控系统 用来监控火机的生长情况 看着现代化的新基地 廖正军很有感触 西方国家 那种科学立体的 大规模养殖模式 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标 而想到西方国家 廖正军突然想通了 自己现在遇到的问题 你看国外的时候 都是一群人围着桌子 吃一只整个火劫 但是在中国 它毕竟的话 这个火劫才刚刚兴起 很多人都是想尝个鲜 但一只它又吃不了 后来我们想到 一个个的分开来 这样让你又能过把眼 又能尝个鲜 第二就是说 中国几些人这种饮食文化 它这种做法 包括口味 都要比国外多了很多很多 从两方面考虑 我们这个火劫要尽量分割下来 给它再做一些新的研发和推广 东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 让廖正军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他决定拓宽自己的产业链 再次扩大规模 开发屠宰 分割 加工 铸藏于一体的生产流水线 把火机各个部位加工好 分开销售 并且在电商平台上 分出不同的板块 火机肉瘦肉率高 脂肪低 胆固醇含量低 蛋白质含量能达到35%左右 尤其是火机的鸡胸肉 很受健身群体的喜爱 因此 廖正军还在网上专门打造 健身专享套餐 这次 廖正军以火机的节日文化 和饮食文化为突破口 打破了传统养殖的方式方法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模式 很快就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打响了名气 2014年开始 它的火机事业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 仅仅两年过后 火机零售 火机加工 互联网销售等板块加在一起 整年的销售额达到了6000万元 我们火机是特动养殖 然后在产品的销售和开发阶段 就是有了很多很多的瓶颈 互联网呢 就是相当于把我们这个信息 是无限的扩大把我们这个产品 带到更多的地方去 一个产品嘛 它的品牌和它的文化 就是它的灵魂 尤其是这个文化 它对于这个产品的销售 包括它的包装 包括它的策划 对于整个的发展来说 都非常的重要 2017年 廖正军继续拓宽自己的产业链 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相互融合 打造了火机主题餐厅 火机餐厅 以养殖厂的火机为原材料 搜罗当下关于美食最时尚的元素和理念 把我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和西方饮食文化相结合 打造最具特色的火机饕铁盛宴 火机肉鲜嫩爽口 味道香浓 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 一桌火机美食 是廖正军整个火机事业的集中体现 每一道火机菜片 都是用自己养殖的火机进行加工 尽最大努力 让消费者做到吃得开心 吃得放心 廖正军的火机事业越做越大 他还捡起了自己大学所学的艺术设计专业 利用自己养殖厂里大量的火机羽毛 组建了自己的创作团队 开发出了羽毛秀 羽毛工笔画等艺术作品 其中好几项都获得了国家专利 目前火机羽毛画等工艺品 已成为廖正军火机事业的一大标志性符号 火机整个模式 一产 二产 三产 今天在养殖 加工 包括产品的研发 包括文化的打造 还有就是这个火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 餐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是把几方面做了一些有机的整合 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想打造的品牌 然后把它这个文化给打造出 有闯劲 有理想 怀揣抱负 准备打下一片天地 这是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最初的想法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和冷漠的 它并不会因为你的热情而变得有人情味 如果你此时放弃 那么一切归零 去过那种传统意义里脚踏实地的生活 可如果冷静思考 坚持信念 也许转机就在下一个天明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就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一come 请